詞曲 李宗盛 我會唱 好想好好愛你 你 從現場來想 好想好好愛你 這一句話 只能藏成秘密 是不是變成苦情歌 對 但是 這是標題 就是我覺得對每一個人 我都會 想要好好愛他 如果是我認真的人這樣子 你是不是有點像是認真派人 我當然 大部分的時候是在遊戲人間 但要認真的時候 確實就是會很透露 愛上一個人 對啊 大家都是 自己聽到 有的人就是喜歡 就是遊樂園一日遊 什麼設施都要做 好 太詳細 太詳細 一點直覺就是收集 去過的地方的發票 好像很樣的耶 對 但很小的時候 現在不做這種事 在東京鐵塔 第一次眺望 覺得大家都很喜歡這首歌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去看了歌詞之後 我才發現 好可怕喔 而且因為我很喜歡日本 然後我也曾經在東京鐵塔 對面的王子大飯店裡面 就是 有一段就是比較 刻骨銘心的戀愛 這樣 知道了 為你唱這首歌是一個 唱這首歌是一個非常浪漫 但是又非常激烈的創作音 有幾個人一起關起來 那他們同時要做這件事情 又同時要談戀愛 所以對這些年輕人來說 我是一個非常好 激發自己前人的地方 我當然就是一個監督的角色 沒有 就是怕他們亂來 沒有 在這個宿舍裡面 其實我是擔任一個 比如說 有人覺得他跟他的合作partner 出不來 我比較喜歡用人的角度去觀察 我喜歡他們最真實的地方 我會盡量讓彼此可以看到 彼此最可愛的 然後最真切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做情歌 或是談戀愛 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誠實的誠 嗯 你要誠實面對自己 你要誠實的對待對方 所以到底你的生活上 或是創作上 都會 都會 因為音樂方面 我自己上一張專輯 也是全部自己製作 所以 能夠有給他們一點意見這樣 那當然我們會請到很棒的飛行嘉賓 然後甚至有固定的導師們 會一起幫助他們這樣 嗯 還好耶 因為我很相信 最後是大家都會想勸我 這是自信爆棚 對 不擔心這個問題 我要孤獨有孤獨創作的成員 因為我覺得很多 筷智人口跟麗久 非常經典的情歌 其實都是在 創作者非常 失落的時候 或是需要療傷的時候寫出來的 嗯 我當然希望有苦情的 也有甜蜜的 表示我在這短短的 半個月到一個月中間 我經歷了很多戀愛的面向 我覺得這是 談戀愛最需要被大家知道的 不是只有開心的地方 還有 你要學習如何在愛情裡面 不舒服的時候 要去修補它 經營它 或是真正面對它 跟它設一個不一樣 老實說他們是創作 比較多 因為怎麼說呢 創作會免於 一開始不熟的尷尬 然後但是 一不小心在創作裡面 太投入的時候 會掉進戀愛的陷阱裡面 所以這就是這一個節目 好玩跟有趣的地方 你以為你在逃避 但事實上 你真的在投入 而且我們有精心設好的一些橋段 要讓他們去經歷去感受去生活 有不同的 比如說他們可能去一些浪漫的地方約會 可能是他們這一輩子都不會去到的地方 因為我們選擇的一個環境也好 或是那個城市也好 都不太是一般人會去的地方 有的可能比較偏遠 有的可能是需要你真的 下定決心規劃一個小旅遊 你才會到的地方這樣子 8點我要為你唱情歌 為你唱情歌